情况紧急 美国企业关键芯片库存不足5天 商务部长发话 1月26日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美国商务部周二援引一项新的调查结果称 美国制造企业和其他使用半导体的公司的关键芯片库存已降至不足5天 根据美国商务部的这份报告 美国公司2019年的关键芯片库存一般保持在40天 该报告称 企业同样类型芯片目前的库存还不到5天 这些芯片是企业认为最难获得的160种产品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表示 这项调查结果显示出美国国会批准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的紧迫性 该法案的内容包括用于促进美国国内芯片生产的520亿美元拨款 雷蒙多周二对记者说 由于涉及到半导体的供应问题 我们甚至还没有接近走出困境的状态 他表示 半导体供应链非常脆弱 在我们能提高芯片产量之前 这种状况将持续下去 美国商务部从去年9月开始 要求半导体供应链内主要公司提供详细的行业数据 该部的这份报告基于对多家公司的一项调查 涵盖材料和设备供应商 半导体制造商 以及产品需要芯片的汽车 工业和医疗健康公司 极低的库存量是个特别令人担忧的问题 因为只要有一家厂停产 就会在整条供应链上引发连锁反应 鉴于库存稀少 身处一家公司供应链前端的海外工厂 若关闭时间超过数日 就会导致该公司的芯片库存耗尽 商务部的报告指出 这意味着 如果海外出现中断 可能令半导体工厂停产两到三周 如果位于美国的生产商仅备有三至五天的库存 那么发生在海外的生产中断 就有可能使美国的生产厂家运作瘫痪 并导致员工被强制休假 商务部发布调查结果 是为了推动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 在众议院通过所采取的部分举动 去年参议院在获得两党支持的情况下 通过了规模2500亿美元 意在提振高科技研发和制造的参议院版本法案 其中包括投入520亿美元 用于扩大美国国内芯片制造 类似版本的提案 美国竞争法案 在众议院被搁置了数月 但周二晚间 支持者公布了美国竞争法案的细节 该法案与参议院的一揽子计划大致相当 但也存在一些不同之处 众议院的法案重点关注供应链问题 批准了450亿美元的拨款和贷款 以支持供应链恢复和关键产品制造 该法案还包括一系列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 这是参议院版本的法案中所没有的 为与国会共和党人的冲突埋下伏笔 为应对供应链问题和通货膨胀 拜登经常强调半导体供应短缺 虽然关注点在很大程度上在于车用半导体 以及短缺导致的生产放缓 但拜登已经注意到用于冰箱 医院设备等一系列产品领域的半导体问题 拜登在上周的一次活动上说 美国发明了这些芯片 该活动旨在为英特尔公司在俄亥俄州投资 至少200亿美元以打造新芯片产能的计划造势 多年来 越来越多的芯片生产已转移到海外 主要去了亚洲成本较低的国家 白宫援引行业数据称 芯片企业已经宣布要在美国进行近800亿美元的新投资 这些投资的部署应会持续到2025年 拜登表示 我们要把美国制造这个标记打到一切能打的东西上面 尤其是这些电脑芯片 半导体产业协会总裁John Nuffer表示 美国有可能落后于其他正在努力提高国内芯片产量的国家 他说 为确保我们国家所需的芯片 有更多在美国本土研究设计和制造 美国必须打造公平的国际竞争环境 美国商务部在信息摘要中强调某些特定的芯片 微控制器的某些节点 模拟芯片和光电芯片供应短缺状况特别严重 在记者招待会上 官员们说 他们还没有发现有证据表明 芯片短缺是由企业囤积芯片造成的 一些供应商去年曾猜测 囤货可能是造成芯片短缺的原因之一 数据显示 这些芯片通常有84到182天的交货周期 即从下订单到交付产品的时间 到2021年底 一些关键产品的交货周期延长了一倍 达到103至365天 商务部称 还将采取进一步措施提高供应链的透明度 并指出该行业非常复杂 位于供应链起点的生产商与最终用户相距甚远 因此并不总是能够看到某些产品的需求有多大 而芯片消费者并不总是知道他们需要的芯片来自哪里 时刻新闻播报